我媽跟台灣社會 那個年代的婦女同盟都一樣 認真、打拚、探家、娶兒子 想到媽媽犧牲奉獻 賴清德忍不住留下男兒淚 真情流露上片不到一天 就吸引超過兩萬人次觀看 比第一支影片萬里石頭路 八天累積六點四萬人次觀看 似乎有顯著成長 畢竟題材搶搭母親節 不僅更加生活化 也更平易近人 學得很快 大家都給我一些意見 讓我改三個月快 脫掉西裝改穿POLO衫 賴清德甚至臨時端出範外篇 跟發言人郭亞惠快聞快答 快速調整內容 跟第一集做出區別 正是因為要吸引年輕族群眼球 因為第一階段 會希望更多人認識他 回覆網友留言的方法 讓大家看到他私底下 生活化很真實的那一面 但要拚大胃 也不會只有輕鬆活潑 而是嚴肅輕鬆雙軌並行 網路空站 除了政策議題 闡述國家治理方針 聚焦在年輕人關注的 薪資房價等 還有挺台灣系列 未來也會持續穿插花絮專訪 甚至要考慮網路直播 回應網友辛辣提問 增加互動性 但年輕朋友 還是給賴清德一些小建議 因為我是台灣科技大學 青山大使團 就是有時候出團的時候 會遇到他 可能平常在致詞的時候 多笑一下吧 貼文然後在底下留言 做到野生的某某某來留言這樣 認真要更貼近年輕人所需要的 賴正宜目前網路由中央黨部 新媒體中心操盤 按部就班 如何呈現賴清德 私下輕鬆活潑的一面 擴大年輕族群支持 又能兼顧國政議題 是團隊 重點